好了 第三块 来 在学习第三块之前 我们理清一下 我们第一大板块讲的是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分别解释了 为什么要坚实 以公有制为主体呢 对吧 为什么要坚实 非公有制经济呢 好 是这里要强调 第二大板块 强调的是什么 以暗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然后强调 为什么要坚实暗劳分配呢 对吧 为什么要坚实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呢 对吧 一样的道理 来 接下来第三大板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漫不陌生啊 同学们 看到这个 来 齐了 什么齐了 什么理论齐了 同学们 用心想想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面所学习的知识点 邓小平理论齐了吧 齐活了吧 甚至一个基本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然后提出了四个理论 前面三个我们是不是都解决了 对不对 然后 最后一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对吧 好 那么我来看看啊 第一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这个会议一定要记住 14大1992年 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什么呢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非常关键 言外之意就是突破了什么 原有的计划经济 什么是计划经济啊 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 国家统一什么样进行分配 也就是所谓我们讲的 完全的进行什么 宏观 调控 对吧 在我们父母辈的那个年代 就是真的是这样 对吧 啊 好 包括现在的朝鲜 朝鲜不就是完全的这种实行计划经济吗 对吧 好 党的18线三中全会提出 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这句话非常重要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 不再是国家通过宏观 调控的方式了 而是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 利用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样句话 有看得见的手 有看不见的手 这里看得见的手 强调的就是国家的宏观调控 这里看不见的手 强调的就是市场的运行 明白了吗 原来我们的这个报告强的是基础性作用 到了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的这样一个地位 强调的是什么 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来理解一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来今天的重点 一定回去给我背下来 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 再结合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这十点 我们一旦去讲市场经济 大家条件反射会想到什么 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最最重要的就是靠市场来激活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 用心体会一下 市场经济的前面的表达 是不是资本主义啊 不是吧 而是什么 社会主义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干嘛 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区分开来了 用心去体会一下啊 这里的市场经济 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而是什么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那这里我不禁要问大家了 我怎么在强调 哎 这样的市场经济 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我根据我前面所学习的哪一个质量 来进行评判 我们坚持的是什么 以公有之为主体 在这个基础之上 来进行什么 市场经济 明白了吗 才能体现出我们的特色 好了 讲到特色 我又要说了 这难道不能够体现出我们国家的特色吗 对吧 以前的社会主义 完全的是与计划经济挂钩 认为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只能实行什么 计划经济 但是计划经济本身又有他们 他自身的缺陷 那这个时候 社会主义怎么能够发展呢 对吧 你都说了社会主义具有自身的优越性 至少它比资本主义是具有优越的 对不对 那你生产力都不能提供 你怎么体现出你的优越性啊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就不一样了 我们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原则 跟市场经济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 那我们具体往下来看 分成这样的几点 第一 计划和市场都只代表什么呀 手段 那也就是说 这不是起到根本区分的 根本区分谁啊 不是根本区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 而是什么 所有制 前面是不是讲过了呀 所以说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啊 原则性问题不能丢 对吧 但是这个手段呢 我们要发展 所以这是第一点 就区分开来了 可是以往的人们怎么认为呢 好了 把计划和市场 作为区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准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不上去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 计划经济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呀 第二点 都强调了是手段 然后我们来权衡一下 两种调节手段 都有自己的什么呀 优势和长处 计划经济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呀 生产资料呢 大家共同占有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 提高人民的积极性呀 对吧 市场经济 他能够提高人民的积极性 但是他容易导致什么 哎 两极分化严重 对不对 好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结合 具体的阶段 做出选择 在当时我们生产力发展 比较低下的情况下 没办法 必须要用什么呀 计划经济 后面我们生产力上去了 生产力要继续往上走了 我们的生产关系就一定要去变 第三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制度的一种方式 来结合第一点 用心体会一下 不是区分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吧 它只是一个手段吧 那如果说它只是一个手段 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 言外之意就是 不是平板它俩的根本标准 所以它不但有制度属性 以往的人们就 把计划和社会主义 完全对接在一起了 对不对 然后把资本主义和市场 也完全对接在一起了 难道社会主义 就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吗 对吧 谁告诉你说不能的呢 所以我们要干嘛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它与社会主义相提合 形成的经济体制 必须体现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特身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呀 对吗 好 接下来 那么在市场里面 谁才是主体呢 我曾经讲过吧 企业 那么为了充分激发企业的活力 我们的政府不直接干预 明白就可以了 接下来一点喜欢考选择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是什么呀 好了 我们说过了 看得见的时候 强调的是政府的宏观调控 看不见的时候 强调的是什么 市场的运行 而市场运行中最具有活力的是什么 企业 所以这个时候 政府要干嘛 放权 让企业充分展示出他们的什么呀 自主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明白了吗 你都强调了 对吧 要 刚刚我们强调的这一点 非常重要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了 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理清楚 政府所处的这样一个地位了 不要干嘛 过分的去干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一样的 非常好记 来 第一 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共同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化 这不就是我们学的第一大框架吗 第二 在分配制度上 以暗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不就是我们的第二大框架吗 第三 在宏观调控上 以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 为出发点和亏速 这里强调了 维护人民利益的重要性 好 没问题了 大家用心想想 如果考到 社务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你就把第一大板块和第二大板块回答上 再加一个什么 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OK了 好 第四大板块 因为第四大板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是吧 经济吧 所以我们肯定最后要探讨一下 如何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呢 所以这里的标题是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请记住了 一定不是又快又好 实际上 现在中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在减速 有的时候速度过快好不好啊 不好 因为速度过快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什么 经济的质量 所以现在中国讲了 我们干嘛 宁愿慢下来 我们也要讲究什么 经济的质量 否则干嘛 后患无穷 对吧 以前我们的经济方式是粗约式的经济发展 不顾一切 往死里生产 我们不顾周围的生产环境 对吧 这个时候 现在出不出现问题了 出现更多的问题 反而阻碍了 后面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强调什么 先好再快 明白吗 好 那么怎么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呢 以下这七点 你大致的去了解一下 分别从七个维度展开 那么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强调创新问题 所以我把它单独拎出来 可以作为一道简答题或者论述题 考大家 好 还有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第七点也很重要 考试也喜欢考 所以第七点我也会拎出来 带着大家一起去看 好吗 那大致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非常重要 尤其是什么 技术创新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也是有体会吧 中心事件敲向国人这样一个警钟 什么样 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好 第二 走中国特色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里喜欢考虑到选择题 要改变城乡的二元结构 什么叫二元结构 是指城乡的这种差距实在太大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已有的二元结构 干嘛 推动一体化 发展 对吧 不仅仅是城市的经济发展好 我们乡村的经济也要发展的好 所以现在国家一直都在干嘛 都在研究乡村经济 对吧 怎么能够提高乡村的经济 而实现什么 城乡发展一体化呢 第四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第五 促进 私化 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 第六 统筹区域发展 我们是区域发展 非常不写要 东部发达 对吧 西部不发达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干嘛 统筹区域发展 第七 从人与自然环境角度讲的 建设 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现在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策略 就是什么 大家头疼的垃圾分类 其实垃圾分类从某种上来 就是要进行一个什么 资源的节约 对不对 环境的友好 就是要强调我们要干嘛 保护环境 好 马上我们会来讲 来 我们来看第一点 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呢 拿到这个 大家说 哎呀 好难啊 老师 我真不想背 好 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拿到这道题 先别着急 大致的去浏览一下 对不对 不要上来就背 我拜托各位同学了 啊 求求大家了 千万别上来就背 大致留下 一二三四 然后在旁边 用心的去体会每一条 看你能不能找出关键词 再把这些关键词 进行整合 形成一条比较清晰的思路 等到上考试的时候 你再把这个思路找到 进行相应的延展 这样子的话 你的背诵的效率就大大的提高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好了 关键词是自主创新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联想了 哦 中心事件敲响国人警钟 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 哎 加强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是逃不来 买不来 要不来的 对吧 我们只能靠自己 不能靠别人 所以这里强调的是自主性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 部署 创新链 完善科技 有效支撑产业的发展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相应的延展 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已经意识到 后面这句话 你其实没有必要说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 对不对 其实这个改军则老师 他主要就是看你什么 第一条 他看到了 你抓到点了 他立马给你翻 他后面都不会看 你明白吧 但是你一定要围绕这个点来继续相应的延展 所以有的东西是必须要背一个字不落的背的 但是有的呢 你是可以进行延展的 那么如果一旦是延展的 其实大家心里就偷着乐了 因为你不需要硬性的把它背下来啊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自由的发挥 实际上就降低了你背诵的难度了 第一个自主创新能 第二个 创新创新 我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吧 对吧 我要让什么呀 让体制保驾护航吧 我们经常说过了 体制很重要啊 主要深化体制改革 来鼓励那些人 勇于创新 好怎么做呢 加快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啊 完善市场导向的创新格局啊 政府放权 对吧 并且是出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对吧 鼓励你们去创新 那这个时候优惠政策 优惠这个 好的这样一个方针 是不是强烈就是体制呢 所以在体制上 我们要干嘛 下功夫 第三 进一步优化创新的环境 对吧 显然我们这种创新的氛围 就没有西方的浓厚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什么呀 优化我们的创新 政策措施 第四 创新创新 闭光锁国的创新 行不行啊 必须要干嘛 走出去 对吧 进一步扩大科技开放合作 加快国际科技资源流动和重组 在开放合作中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增强科技实力 所以也就是说要干嘛 所谓的走出去 而且要干嘛 引进来 对不对 这是这四点 自主性 第一个关键词 体质 第二个关键词 环境 第三个关键词 第四个 对外 好 没问题 接下来看第七点 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呢 这个曾经考到过 而且今年有可能还会考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啊 因为现在啊 环境问题国家非常重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给我背下来 如果啊 你没背考到了就别怪我了啊 好 第一点 如何建立这个资源节约型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概念 是指在生产 流通 消费等领域 先界定一下 对吧 干嘛呢 通过采取 就是所谓的方正政策嘛 法律经济和行政的综合性措施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以最少的资源消耗 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 以前我们是粗约式的经济发展 就是我们的生产力 为什么发展得很快呢 大量的去浪费我们资源 但是有些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 你用完了就没有了呀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干干嘛 一定要节约 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环境友好性 就是什么呀 我们要善待大自然 对不对 我们不能强调什么呀 一味的去改造 对吧 一味的去掠夺 对吧 我们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 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强调的是环境友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指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 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 对吧 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强调这一点 一定要建立什么呀 在环境保护基础之上的 你看我们现在啊 就解决过去的那些问题 我们现在在搞三大污染防治 这样 很痛苦哎 对吧 你觉得治理天气简单吗 一点也不简单 很难 那为什么会出现雾霾的情况 那不都是以前我们的生产方式不科学吗 对吧 现在造成了苦果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干嘛 不能不管了 要赶紧想解决办法 嗯 好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强调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要干嘛 以保护环境为目的 还有什么 消费方式 现在我们特别强调什么 绿色消费 对不对 反对什么呀 过度消费 啊 盲目消费 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 没问题 接下来 怎么建设资源节约性环境友好性社会呢 好 看到这个 我们来抓关键词 第一 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 人口过多了 其实对于环境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资源支撑力 对吧 我们要想想哪些是可再生的资源 哪些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那对于不可再生的资源 干嘛 我们要谨慎的去利用它 然后干嘛 生态环境的承受力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相应的延展 在这个第一点里面 我们抓的关键词就用心去想想 哎 跟生态有关的 跟环境有关的 对不对 有哪一些呢 好 人口资源环境 这些是不是都跟生态紧密不可分呢 对不对 好 第二 要发展循环经济 对吧 你都说要节约了 对吧 你不是说一次性 我现在最反的就是使用一次性 这个用具 对吧 一次性用具的话 就是很浪费 这个时候我们干嘛 要去想 用一个什么样比较节约的方式 有些人一年产生的垃圾 他们说 只有垃圾桶那么多 像我 我可能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其实这样做对不对 不对 这不是绿色的生活方式 对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 要认真的去体会一下 要发展我们的循环经济 提高什么 资源的利用率 我们以前的资源利用率特别低 坚持开发节约病重 节约优先 按照 减量化 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原则 在资源开采 生产消耗 费物产生 消费等环节上面 逐步建立全社会的 资源循环体系 那么在这个点里面 这个发展循环经济 就是所谓的关键词 那么其实后面的都是在解释什么样 怎么样进行循环经济 第三 肯定什么呀 要从人出发吧 要从策略出发吧 啊 策略由谁制定的呢 政府 好 人是指人民 还有可以说什么 从 环境氛围出发吧 对不对 好 还有可以说 从观念出发吧 对吧 这些核心关键词 你是不是都可以在旁边标记一下呢 来 加大生态环境什么 保护力度 建设生态文明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增加环保投入 健全环保监管体制 提高监管能力 好 加大执法力度 那么这几个方面 我们就说了 这里的主体强调的是谁 政府 所以你这个时候 客厦要自行的去消化一下 哦 强调主体是政府 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哦 要加强环保的投入 对吧 要深化关于环境方面的体制改革 对吧 对于那些 污染环境的那些企业 干嘛 哎 我们要严格执法 这里啊 一定要注意 主体是政府 然后要什么 广大的人民群众了 在全社会形成 爱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的什么 良好风尚 牢固树立 生态莫名观念 你也可以再加点 提倡人民干嘛 进行绿色的生活方式 绿色的消费方式 等等你都可以延展 但是老师 改正的老师 只会去看你这第一句话 你这个点有没有达到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题 第一点 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中 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器 主导作用 一看到这句话 一定要一个字不拉的 给我背下来 无论怎么样 一定要给我背下来 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一个字不拉 然后什么 国有经济控制什么呢 国民经济的命脉 一定要给我掌握 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国有经济控制 国民经济的命脉 对经济发展起什么 主导作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起主导作用体现在什么呢 第一 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有量的优势 我刚刚是不是强调了 不仅有量的优势 也有什么 质的优势 而关键的是在于什么 质的优势 所以A不能选 B 在所有这结构中 占主体地位 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吧 对吧 我刚刚说的那两句话 你要原封不动的背下来 对吧 好 这里强调的是国有经济 好 C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力上 A 是不是强调了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 对经济发展器主导作用 这句话才是最对的呀 好 D 对非共治经济的领导上不对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择的是C选项 好 第二题 执行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的是什么 我刚刚说了 一旦讲到宏观调控 一定指的是国家政府 所以在这里答案选择的是B选项 下面一提 下列各种收入中就其性质来说属于暗劳分配 想都不用想 暗劳分配所对应的是什么 以公有制为主体 那么公有制内在的包含了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甚至这道题 所以我就去找对应的点 你看集体集中 想都不用想 大家选择是A选项 下面一提 现阶段公务制占主体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有那句话吧 我已经反复强调那句话很重要 你一定要给我背下来 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根据这句话去找 公有制的资产规模 公有制的市场竞争力 公有制的性质 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这里强调是一个量 对不对 那么只强调量没有强调质啊 所以D一定不能选 这个表述就完全不对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你看 公有制的性质强调了 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对吧 公有制是起到一个主体地位的 然后干嘛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因为国有经济属于公有制经济里面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不就是答案选择的是C选项吗 下面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当前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有个同学说 这道题我没见过呀 我怎么选 对吧 这道题其实你也能够选出来 对吧 你要全和ABCD浏览一下 对吧 人家都问了 对吧 经济问题了 那跟生态有什么关系 肯定没关系 对吧 这里面都不是起到最主要的作用 而是聚焦点在什么呀 经济问题上 那肯定是有个最优选项了 经济发展方式所对应的就一定要调整经济结构了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大家选择的是A选项 18届三中全会指出 因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逐步行政 没学过18届三中全会呀 但是我觉得这道题难道你做不出来吗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说白了就要防止什么 两极分化严重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在比重上干嘛 中等收入是不是要扩大比重啊 对吧 穷的人这个数量要减少 富的人这个数量也要减少 如果富人更富 穷人更穷 那就变成这样了 对不对啊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啊 所以在这里不就是所谓的 橄榄性的分配格局吗 对吧 主要集中在中间收入群体范围中 对吧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择的是B选项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